我是Beatbox的Nega 歡迎回到我的Beatbox一週一教學 我是Echo 跟我學Beatbox不走冤枉路 學會了Beatbox 別人好羨慕 今天要教大家的聲音是 大象聲 掌聲鼓勵 很多人想要學這個聲音一直問我 那我今天不嘗試的要傳授給大家 進入教學的部分 大象這個聲音怎麼做呢? 主要是靠兩片嘴唇的合併 然後大力吹氣 大概是這樣 但是怎麼實際去做呢? 我用簡單一點的方式去跟你講解 就是說假裝他憋氣很大的一股氣量 你會有這樣子的嘴型 就是鼓鼓的吧對不對 你盡量讓嘴唇緊閉 然後要出力喔 讓他是閉得很緊的那種感覺 然後吹氣 可是嘴唇又要跟他抗衡 你不能說他一吹氣 你就爆開了 因為這個氣流是很大的 可是那個嘴巴的力量 也是要花時間去練習 讓那個肌肉可以擋住那個氣流 然後讓他有少少的那個氣流出氣出來 所以會有一個摩擦感 有沒有?我是緊閉的 可是又有一點氣出來這樣 這樣子就完成了60% 重點是在這裡 就是你要能維持一個長音 他是這樣很大一股氣流這樣子 那這個聲音呢 怎麼控制的好 而且要怎麼變化 所以可以完成大象的那個起伏的聲音呢 大象的聲音是有一個音調的 高到低 那這個控制要靠嘴唇 因為你越緊閉 然後出來的聲音氣流越少的話 他的音階就會越高 氣流越多 還有嘴唇越鬆的話 音階就會比較低一點 嘴唇越緊 音就會越高 嘴唇越鬆 音就會越低 然後我再做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氣流放很多 然後越來越少的感覺 那他就會比較 有一個音階感 要自己去揣摩一下啦 但是 那個整體概念是這樣 那當你練習幾次 我相信就會眼睛冒猩猩 就是那 因為呼吸一次粗太多 會缺氧 所以暫時休息一下 因為一天做個幾次 你其實就很累 像我自己練習大象森也是 練習了兩年多以上 我才抓到藥鈴 所以這個聲音其實真的不好抓 先提醒大家一下 要有耐心啊 我建議大家 要門要關上 因為這個真的很大聲 所以就是盡量在沒有人的地方 或是把門關起來 這是我的中心的建議 學會以後呢 就很厲害了 因為你隨時可以變出一頭大象來了 那依照我以上的一些藥鈴呢 就是去練習 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抓到 大象的聲音怎麼做 我再做一次大象的聲音給大家 今天的影片到此結束 喜歡這支影片 或是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 請在下方 按下訂閱 還有按下小鈴鐺 有最新的影片 你會最快收到通知 想要學更多的BBOX技巧 我每週日晚上八點 準時發布影片 我是Echo 我們一週一教學 下週見 下週見